大家好,我是雞大宝 今天我们来挑战 开局只能使用中年打卡 获得的物资吃鸡 哈喽,每天小伙伴,大家好啊 我是你的好朋友,雞大宝 今天来的大宝收到这么一个视频 觉得必须要分享给你们看看 后期上原视频 好家伙,视频中的位置应该不是训练场吧 而且现在训练场已经变成训练岛了 训练场的仓库也没有了 那么这个视频应该是在海岛 应该是经典模式的海岛 但是问题来了 经典模式的气候桶怎么可以无限再生呢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来挑战这个吧 探查一下这个无限气候桶的秘密 首先我们先继续找个气候桶 试试看让这个气候桶无限刷新 会不会是因为私生降临模式的更新 从而产生的bug 很好,这么快就找到一个气候桶了 为了以防气候桶爆炸物伤 我们还是需要保持距离的操作 这个位置应该够了 爆炸了 看来气候桶还是正常的 不行,我们再去找几个 如果都是正常的 那么那个视频 打爆有理由怀疑 是通过后期合成的 这里还有一个打爆试试 果然也是正常的 这样吧,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这次去找五个气候桶 如果都是这样正常打爆的话 那就代表着那个视频是通过后期合成的 第三个气候桶 走你 第四个气候桶 什么情况 这个气候桶怎么打不爆 要知道一个气候桶正常情况下 只需要五发子弹就能打爆了 奇怪了 我们捡起来试试 也可以捡起来的 是正常的气候桶没错 可以气候桶换了个位置 这次可以打爆吗 诶,还是打不爆 看这么多弹孔 正常情况下气候桶早就爆了 但是这个桶却没有,不对劲 原始平常的气候桶顶多是会无限刷新 这个气候桶是根本不会爆炸 虽然厉害,不过总归不是视频中的气候桶 我们还是需要去找找看 视频中的那种气候桶 只要我找到那种气候桶 才能证明这个视频不是后期合成的 又发现一个气候桶 打爆一下试试 怪了,我怎么扣血了 气候桶也没爆炸 难不成是 视频中的无限气候桶 手雷的声音 有人要摸过来了 不慌,赶紧打个药 继续我们的测试 气候桶呢? 我药都没打完啊 气候桶就不见了 这... 原来如此 看样子视频中的那种无限气候桶 只不过是我们将气候桶打爆之后 气候还未进行反应 就被我们二次打爆 所以才会造成无限气候桶的错觉 实际上气候桶已经爆炸了 那么气候桶爆炸并没有声音和火焰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来这个只有小光光才清楚了 不过今天我们已经证实了 视频的真实性 也算是优秀收获了 好了 这样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